今天给大家说一说侧身球应该如何去处理和怎样把握击球的节奏感 我们先来说一下侧身球应该如何处理 上一期视频给大家解释了几乎所有高质量的回球都是围绕在视线前方进行的 但是我们不可能做到每个球都移动到身体前面去打 这是因为我们始终有侧身击球的情况 我们以反手侧身球为例 有很多人在完全转身后使击球点背向球网 结果就是眼睛看向后面朝反方向击球 而自己完全不知道球将去哪里 他们靠的是一种猜测 或者是在击球时身体没有完全转向背对球网 而眼睛则看向侧面 结果就是不能利用腰部的力量去击球 只能靠甩大臂的方式去打 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 在最后击球那一刻你的视线和击球点一定是在身体侧面 同时你的身体是背对球网的 因为在身体侧面持有足够的空间 让击球点远离身体 从而利用腰部的力量带动上臂去击球 并且在你击球后 你的眼睛也能更快的把视线回正 面对球网准备好下一次击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当来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就应该同时转体击球了 因为这样 可以让击球点保持在身体侧面 反之如果你错过这个时机击球 击球点就会很靠后 你就更加被动 而正手侧身球和反手球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击球点和视线应该与网平行 整个发力方向与球场统一 即使你的视线在球场侧面 也能通过能感知球场位置来控制好球的落点 如果你的击球点在身体后面与网不平行 那么你的发力方向就是一条斜线 就容易偏离球场而失去精准度 总而言之 在接侧身时 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 击球点最好让它保持在身体侧面 并且与球网平行 不要让它跑到身体后面去了 二 击球时机 当来球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就应该准备转身击球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击球的节奏 击球的节奏分为 1. 启动 2. 侧身 3. 准备 4. 击球 而整个过程的节奏应该与对方的来球节奏是同步的 为了踩准对方的来球节奏 重点在于以下两点 1. 启动的时机 启动的时机应该是在对手击球前微微跃起 这是为了让最后落地那一刻接近对方击球的瞬间 而越接近对方击球你的启动就越快 2. 准备的时机 一般来说当球头往下走的时候 你就应该停下来蹬转击球了 这是因为当球头往下走的时候 正好是球的减速阶段 此刻停下来就有更充足的时间去准备击球 如果你越接近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准备 就越有机会拿到高点击球 从而使你在场上的整体速度加快 反之如果你离这个时机越晚 那么你的击球点就会越低或者越靠后 同时你也会跑更多的路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种准备时机的效果 左图球头往下时停住准备击球 而右图球头往下时没有停住 使击球后身体的重心往后移 正常情况应该是落地后 重心应该是往前的 因此能否赶在球头往下时到位击球很重要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当你停下来准备架拍的最后一步 要拉大一些 这就好比拉弓射箭一样 你拉得越大蹬转的力量就越大 所以能不能才准启动和准备的时机 对我们在球场上的整体速度和节奏影响非常大 希望大家能理解到这一点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羽球书 谢谢大家观看